在花蓮肖市企业董事长肖雄章的引荐之下 国际福伦3490地区 花蓮分区里坚市一行人 特别来县府拜会县长徐真卫 并且针对了支点奖助学金的计划进行了提案 期盼透过国际福伦社3490地区提供奖助学金 支持有需要被帮助的孩童 而县长徐真卫除了表达感谢之意外 也借此鼓励学子勤学向上 未来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国际福伦社3490地区花蓮分区计划领导人杨朝杰 引用阿基米德的名言表示 福伦社为国际性社会团体 以福伦关怀看见未来为使命 并制作百年数人教育的精神扎根教育 创造福祉协助学子能够安心就学 顺利完成学业 而在计划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支持最需要被爱被帮助的孩童 透过颁发奖助学金的方式 鼓励孩子们积极正面努力分发上进 现在许中也肯定国际福伦社3490地区 对县内的孩子们的帮助 也期望国际福伦社3490地区花蓮分区的善举 能够发挥鼓励优秀的清寒学子积极向学的效果 呼吁更多有资之士与公共团体共同吸收种福田 让供应种子生根发芽 使花蓮成为一个光怀文贤的现实 教育所长的理论表示 县福长期两对孩童教育希望工程在今年来也琢磨非常深 花蓮仙境内南北辖场在教育分配部件的情况之下 县福首创地方政府成立全国第一个智慧教育中心 推动城市教育、创客教育以及AI教育 打造一中三去的蓝图 带领学童们制作无人机、仿生兽、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机器人 在108年跟举办无人机比赛以及自走车竞赛 都在显示县福推动智慧教育的决心 县福也考虑每个家庭教育的差异性 智力建构、平等、学习环境 做小因城乡差距造成的学生学习作差 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等七大教育平权政策 办理教育希望工程公费留学计划 为台湾培育优秀人才全面提升竞争力 而这次与会郭宾报告肖氏企业董事长肖雄章 国际福人社三四九人地区华联分区支点计划领导人 杨朝杰一区助理总监吴洪伟 二区助理总监刘刘索洪 主办是社长洪聪荣 主办是秘书邱伟杰 主办是服务主委叶佳佑 主办是主委邱俊胜教育处长林玉仁 以及行政及研考处处长林金虎等人 记得终于欢迎收视频道